大家好,現在我們加拿大風情做到第三節了 今天我們特別的嘉賓是Mirian中律師 Mirian是香港移民過來,但是她的利害之處就是她在 香港執業,又在北京、上海 代表外國公司在那裏做律師的事務 還有最近這七年就來了加拿大 在這裏開了律師樓 在這裏正式設立了 我也認識她很多年了,但是從來都不知道她那麼厲害 中港三地都經歷過做律師的行業 稍後她繼續跟我們分享一下 律師在溫哥華 究竟我們新來到的移民 是可以怎樣利用律師的事務所來幫助 新移民做什麼呢 我相信包括買房子、買地 做很多文件、做生意各方面都可以找到Mirian援手 那麼 Herman 你有什麼可以繼續問問Mirian 是在下廳的學校的 那你其實就可以走進去 因為其實你來到加拿大 你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就算簡單三級政府都不知道 你進去下廳的學校 有個People's Law School 裏面有很多簽證 有中文、英文、日文、印度文都有的 那麼她就會告訴你我們日常生活需要知道些什麼 譬如你舉個例子 我買房子就知道要留意些什麼 寫個遺囑的要做些什麼 如果你說我家庭有問題 又怎樣可以尋求幫助呢 又或者如果我想離婚的程序又是怎樣 其實是什麼都有的 所以我來到這裡比在香港 香港其實是沒有那麼多資訊的 還有就是我們有 例如Clicklaw.ca 這個網站也是我們政府的 分析出來的錢 這個網站裏面就有每個 項目 你們普羅大眾想要知道的法律知識 其實你可以進去看 這個我印象中好像只有英文版 但People's Law School 那些文章 就全部有不同的版本 譬如你可能 人生六不熟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對於加拿大的 政治 法制 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其實可以自己 去這些資訊的地方 拿多些資訊盡量去學多些 因為最先我初移民 其實原來警察是有分 RCC CNP和Local Police 其實我也不知道的 到現在這麼多年 你就會知道原來 Local Police 和RCNP 和皇家警察是不同的 那麼 你可能 新移民來到 其實我們要 盡量 要去融入社會 融入社會是怎樣融入呢 除了你說我 認識多些 朋友之外 其實都是要靠自己去學習的 剛才我講的就是有很多這些資料 你可以自己看的 看完之後你可以邊學邊問邊問的 我初初來 瘟西西瘟都已經搞到 有什麼西瘟 瘟西 所以 到 初初來是真是 真是不知道的 你說 Granford街 原來溫哥 有Granford街 Witchman 有Granford街 當初也是不知道的 Granford街在哪裏 你好像 VC省有50多個市場 當初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對於新移民來說 多些融入 知道了我們社會 以及我們三級政府 然後他們的動作 這些 不是說一位律師可以說 所有東西給你聽 一定是 從每一個人身上學習的 如果你說律師可以幫到你什麼呢 其實 一般人可能 你 只是跟律師聊天 律師每一分鐘要收你錢 你可能覺得 哇 那我 我究竟要跟律師聊多少 我要給多少錢 才可以知道 我想知道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之前Pius都有常提過 獅子會 其實我們可以 錄製一些影片 將一些大眾 想要知道的資料 錄下了 然後放在Youtube 或者我們獅子會 整個Youtube 然後大家 有些新移民 想來知道的話 你就給個頻道 你可以看 你又可以有些資料 自己看 有些律師可以跟他們說 那 基本上 我知道這裡有很多香港人在聽 可以 節目完了之後 你們想知道什麼可以寫給我們 我們可以 盡量協助一些新移民 如何可以盡快融入社會 沒錯 留意以下這個網站 你就可以留下留言 然後就可以 跟我們的律師互動 剛剛開始的資訊是不用收費的 是不是 我想 一些普羅大眾 大家都想知道共同的東西 直接是錄個影片出來 是免費給別人聽的 好 這樣可能不會幫到大家 其實經常上來我們節目聽多些 都會拿到很多資訊關於加拿大 其實好像Vivian你 舉個例子 譬如我 有幾樣東西 譬如我來到加拿大 我買屋 當然要律師做手續的 那那些通常 做一個買屋的手續 找律師做大概 代表我買方 大概要多少錢 譬如你銀行貸款 肯定銀行又要說 你一定要用律師 去做貸款 就是 銀行貸款 要找律師 是的 第三就是 譬如我駕駕車 給警察停了 抄我的牌 我心心不憤 明明沒有 超速的 為什麼你硬屈我超速呢 我找了律師去上 上訴訴法庭 關於交通法庭 抗辯 那些你們會做不做呢 我們應該找什麼律師 以及收費多少 又或者 臨離之前 因為我小孩 我就忍了 來到這裡 拿了身份之後 我就要跟那個臭婆子離婚了 那找你 你做不做呢 或者找你會不會介紹別人 那些又會收費多少 就是很多這些 或者我們很簡短的就是 找律師 要花多少錢 我們都可以評估一下 我們香港 搞一個要花多少錢 不要經常我們看新聞報道 陳振聰 搞打的官司 花了幾十億 諸如此類 那究竟我們在這裡 如果找Vivian幫忙呢 你們大概的 普通律師收費是多少錢 一個小時 如果其實做樓宇買賣的 我們都是大概 千多元 律師費 加幣 基本上我都是做一些商業有關的 所以你說 聚酒駕駛 或者 你開車超速那些 我就比較少做 所以就不知道 會不會不著數呢 其實 你把罰單 可能 幾塊錢 找律師 可能幾千元 會不會 其實 自辯 律師 以我理解 一般 其實他們的 套利率 是由三百元到五百元 相對來說 加拿大的套利率 律師收費 比香港是低的 香港 如果是國際律師樓 那些 我們十多年前 我其實想說一下 這套律師樓 跟 亞洲的律師樓 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這裡也有一個很大的 觀察 很不同的 譬如我們 在香港的律師樓 我們有七層的人 你 最高就是 夥伴 夥伴 下方有一個 控制 然後先 跟 然後 跟 跟 接著 訓練 等等 接著 有 就是 其實有一層一層 我們其實做的 那些客人 他都很 意識的 他就會看回 究竟你的 層層是否這個層層的 如果你說 你做一些簡單的事 為什麼 你要找一個 夥伴 收人 一千一百元的金錢 去做一些 訓練 都可以做到的事 那些客人 不賣帳 但是我覺得來到 這個加拿大 我們一般 律師 就沒有那麼多層的人 我們也都試過 看到那些客人 好像一個 我是 對加律師 對加律師 是 對加律師 是 對加律師 所有 這邊 對加律師 下班的費用 就是 給的 其實我就覺得 未必是 正確得到的 那條數 因為 各位律師 收六百元 加幣一個小時 就是 有夥伴 到達 訓練 到達 秘書 做事 都是他做的 那他一個人 不管你 去做 什麼 層的工作 總之 我就是六百元 一個小時 結果出來的 那張單 賺了一萬多元 其實那一萬多元 如果在我們 亞洲人的眼光 我們要看 餐吃飯 以來 還有我們要 調整一下 哪個層的 的人 做哪個工作 如果你說 夥伴 層的人 為什麼會 去做秘書的工作呢 為什麼又要照收我們六百元 一個小時呢 如果在亞洲 的律師流眼光這一張單 我們是不能出街的 是不是 我們要看你做什麼工作 你秘書的錢 就不應該收 訓練的錢 就是收訓練 可能是三百元一個小時 律師就可能 五百元到八百元 然後 三百元一個小時 可能就是八百五十元 到拍攝是一千一百元 一小時 那你 這邊 你由高到低 什麼都是你一腳踢 那你就照收 那其實 在我們 亞洲過來的律師眼中 這些不可以正確 不可以這樣建立的 那你這樣 你對客人的利益是不對的 但他們那條數就是覺得 有什麼所謂 不是我的客人比 是你的客人比而已 那些是硬吃的 所以其實 我會見到這裏 加拿大 其實 我們 一般 可能地方大 人 人少 地大 所以他們沒有那麼 好地建立 亦都沒有那麼 好地建立 他們的訓練 去想到 如何補充 費 總之我就是六百元 我就是這樣收的 那 所以我覺得來到這裏 有很多 法律的東西 是可以改善 但是可能這裏有很多加拿大律師 其實他們從小到大 很多代之前已經在 他們沒有 去到亞洲那種訓練 就是我們幾支人律師 從那種訓練出來 總之我就是這樣收錢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法律服務 整體 不是只是中國人律師 又是外國律師 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可以去改善 加強我們的競爭力 為什麼我們 加拿大的律師樓 會好像做不大 就算單坑那些 都是國際法律 去不到國際法律 可能最多你覺得 這些 很大的律師樓 其實可能只是在加拿大有三四個省 有辦公室 不是真是國際法律師樓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來了十年 加拿大有很多東西需要改善 如果我們真的要跟世界接軌 我們稅制要改善 我們要吸引外商投資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在加拿大是太落後了 來到這裡 我們本地人 交的稅金 外地人來到 外商來投資 就有很多門檻 就是那個 在加拿大有外投資 剛剛現在 阿克利文就說 我要再收緊一點 以前是過了某個 律師樓的 才需要做保障 安全保障 現在阿克利文就在想 就是說 有一個標 正在推出 就是想所有外商來投資 不理會他們的價格 首先我們有一關 就要過了安全保障 其實你是 你不是歡迎外商 你是把門閘了 例如你好像 投資移民 以前就不用說一定要懂英文 你投資一百萬以上 就可以了 現在又不是 從前年11月開始 又改了 一定必須要懂英文 考了英文試 多少分才可以來 那你又集了別人 然後好像來到這裡 我們 開公司 如果你是 CCPC 就是Canadian Private Control Company 你的稅率是有優惠的 Combined Tax 是13.5 但如果你是外國人來投資 你其實就是交27%公司稅的 那你又是罰打 其實所有東西 每逢都是你不會 吸引到外商來投資 還有一個例子 是什麼呢 我們稅務局 稅務局的收入來源 我其實都有研究過 我們稅務局 有49-50%的收入是來自於 員工交的稅金 另外就是有些是GST 或者是Customs Tax 有些是Misselenia 但是香港的稅務局的收入來源 有三分之一是賣地 有差不多一半是那些大企業 賺到大把錢交的稅金 然後打工皇帝 就是幾百萬年薪的那些 負責了一大部分 最窮的那些 就是收入的人 其實交的稅金是很少的 那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我們加拿大的制度 很多東西需要改革 因為我們打工可能一般 打工就是幾千元的薪金一個月 你稅務局一半的收入 其實是來自於 這些窮 相對比較窮的打工一族 為什麼你不開發一些 新的來源 就是 有一個營商的環境 那些人賺到錢 公司賺到錢 慢慢做大 為什麼我們99%都是洗公司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這樣的營商環境 可以做大 做得大自然 人家就會交那些營利稅交更多 所以其實 如果香港人想來 你就要了解一下 背後加拿大的政治經濟 長遠 你怎麼謀生 那你可能就是搞一間小公司 可能就是想一下怎樣避免 這些是一個很micro的 但是這個micro的 看法就是我覺得 整體社會 整個政府 其實如果你想跟國際做生意 接軌 其實都 需要 從制度方面入手 去改革一點點 才可以吸引到那些大公司 願意過來加拿大開企業的 我們這裏的大公司 通常都 做得很大 就不在加拿大 把頭部辦公司搬到別的地方 因為稅務方面 別的東西是有些優惠的 是啊 所以其實來到 我們其實都很局限的 不是大家不努力 不是大家不想做大 其實這裏的環境是做不到大的 你越做得大 其實你罰打的稅金是更多很多的 你做得最大的時候 你就會 有別的國家 給你更優口的條件 交流 讓你搬拆去 就會這樣 還有很多朋友 怎樣做一個成功的小公司 就是你投了很多錢 做大公司 那幾年你洩到 就變成了一個小公司 其實是呀 我看到很多 移民來做生意 其實都扔了很多錢 其實進去裝修或者投資 其實DN是沒有賺錢回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進我們的商會 然後找Payas 那些財經顧問問一下 應該怎樣投資會比較實際 Norman經常教你 Norman經常說 其實找Norman是對的 因為他你賺到錢 不熟不熟 怎樣交繩稅呢 不熟不熟不熟 不熟不熟不熟 不要隨隨便便 入某一行 你要了解加拿大這行 究竟的營商環境是怎樣 想開餐館 不如進去 了解一下餐館裡面怎樣運作 其實加拿大很重要 加拿大因為政黨制度 所以令到 這個黨想拿選票 於是似乎就出一些 法律 那些法律 是吸引拿選票 所以就令到稅子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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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 那現在來講 令到很多的層面 是非常複雜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加拿大來說 其實隨著那個國際化 國際流動 其實開始 慢慢慢慢走向一個 好像以前香港 可能是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尾的時候 的情況 雖然你看到好像還是很難搞 但是現在有網絡 有很多人來 我們的資訊 現在是非常之快 非常化大 已經很強烈了 所以剛才Vivian所說的 其實可能就是 律師教育那邊 是會走以一個方向 那邊的走 就是變成那個 規模會越來越大的 是溫哥話 以前來講的 是最慘的 就是因為 因為這裡 因為這裡的地方 比較小 變成很多的 那些行業 其實呢 那個總辦公司 占了在多倫多 所以剛才你說的 可能都是在多倫多 但是這裡來講 是很少會見到的 如果在二十年前來說是更少 那現在來講 現在來講 因為那個 自從疫情之後 基本上 那些人已經習慣了 可以不用 身體在那裡的 那現在來講 那個人力 那個 的 那個 的 的 可以釋放出來 那所以 有很多聰明的人 他以前 投入不了那個 那個 的 那個 那個 現在都可以 那為什麼來講 他就令到呢 那個 的 knowledge know-how 就越來越多 那可能有些香港來的 那些很厲害 很尖銳 很厲害的人 以前來講 你把他放在那裡的話 真的廢了他武功 但是現在來講 可能那些大公司 已經習慣了 沒有所謂的 在網上看到你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來講 他可能懂得 怎麼去 譬如好像舉例 那個 Swift 那個 交換那個 匯款的 的系統 可能是值得 他懂 在香港做的 那來到這裡 剛剛就要找這個人 那這個人也都可以幫他做到 或者可能這個 Tenon 是在英國那邊找的 但是剛剛有一個人在 找哥華式做的 那為什麼這些來講 已經是 沖泡了那個思想界限 不一定是一個 實際的地方 那所以來講 我覺得 現在這裡來講 最重要就是一個 穩定的政治架構 那讓很多的行業的人 其實在這裡慢慢慢慢 就建立了一個 他的行業 不僅是 本地 就變成一個 國際和國際 所以來講 我覺得 Vivian 你所謂的構思來講 可能要過多幾年後 可能五年以上 你就會慢慢看到 形成 就好像 你剛才想看到的東西 在這裡出現 Roman 講開科技 其實 現在的科技 幫到很多律師 我剛剛有些朋友 就在香港 身在香港 甚至身在中國 都可以用 這邊的律師的服務 和中國律師的服務 連線 在賣樓 買樓 人不需要在這裡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 問一問 Vivian 到底我們 現在的律師 怎麼可以利用科技 去幫助 就算身在外地 也可以買賣樓宇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Vivian